一位空军女富士官在结婚登记当天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事件 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021年3月2号 因为疫情军部队全面禁止聚餐的那个时期 空军女富士官李仲氏 收到上司张星仲氏要求参加聚餐的命令 今天下午有聚餐 跟后备换一下值班后参加今天的聚餐 虽然是全面禁止聚餐的时期 但是上司的命令是无法抗拒的 结果到了现场后发现 这个所谓的聚餐只是上司朋友餐厅的开业室而已 在聚餐结束后 李仲氏在后备富士官开的车的后座位 被上司张某X骚扰了 不是单纯的摸 而是摸了重要部位胸部 甚至还一直强制亲吻放进自己的舌头 李仲氏马上就跳下车 想要打电话给其他上司举报 而加害者张某竟然跟到宿舍来威胁 你要举报就举报 我就死给你看 怎么每个渣男的必杀机都是这一套呢 其实张某的这种牵揍的行为 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之前李仲氏也被他遭到X骚扰并举报过 但是因为上司们的劝导就不了了之了 好 在这里我们让一百步 之前发生那种事情 就算你们不处罚加害者 也最起码要保护受害者吧 就是因为当时什么都没有做 结果在那之后 现在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那么已经是第二次了 这次应该会有点什么吧 没有 上司们劝李仲氏 能不能当时是没发生过的事情 而主导那次聚餐的李仲氏的直属上司 不但没有向上层报告这件事情 反而将李仲氏再次叫到九局后对他说 如果事情被曝光的话 当天一起聚餐的人都会受到伤害 加害者也快退伍了 希望不要向上层报告 这是在放屁还是说话 不仅仅是这样 这个上司甚至还把李仲氏的未婚夫给叫来说 希望你能跟李仲氏好好说说 圆满的结束这件事情 好好考虑一下吧 在军队上司这么说 根本就等于是在威胁吧 在这里更傻眼的事情是 加害者张某的父亲也给受害者发了短信说 不管理由是什么孩子做错的部分是需要指责 但是身为父亲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要看儿子鸣于退伍的样子 就这样在事发两天后 李仲氏申请了两个月的休假 在这期间 李仲氏接受了22次的精神科治疗 也被诊断了急性焦虑反应 不安障碍 失眠症 需要三个月以上的精神科治疗 而在这期间 李仲氏也给上司发了email 暗示了极端选择 5月14号 因为李仲氏的申请 李仲氏调令到了别的部队 但是情况反而变得更糟糕 在被调动的新部队 上司不是以受害者 而是以关心病师对待了李仲氏 关心病师就是指 肢体精神或者是行动上有问题 所以需要特别关心的士兵 新上司对着其他副事官面前表示 来了一位新的关心病师 所以我们要好好管理他 让他不要再闹事 结果在掉零4天后的结婚登记当天 李仲氏用手机按下了录影键 结束了短暂的人生 我看了受害者在极端选择之前 哭泣的样子 为什么会留下影片呢 而且还说要公开给遗书们 而在李仲氏的手机备忘录里 也发现到这样的内容 是他弄脏了我的身体 这都是加害者害的 总整理下目前为止的情况就是 3月2号 李仲氏在车辆后座位 发生那件事情之后 虽然行车记录器里 有拍到李仲氏受害当时的情况 但是开车的后备副事官 一直都是表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上司们不但没有帮受害者 进行任何措施 反而是想要掩盖真相 间接的威胁受害者 以及受害者的未婚妇 直到5月23号李仲氏离开 李仲氏将整个事件在网上爆料 引起非常大的争议之后 空军参谋总长 这才向国防部长官报告了 不过这也只是报告成 单纯事故而已 而接到报告的国防部长官 更是让人傻眼 他竟然只是命令 从事发后三个月 一行只想掩盖事件的空军 要彻底的调查真相 在指责的声音越来越大后 国防部才决定亲自调查这件事情了 目前这个事件的青瓦台联署 已经超过了34万多人 而空军参谋总长也是道歉后 为此事件负责而请辞 一定要等受害者死了才开始调查 这期间受害者都报告了多少次 国防部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拜托公开加害者的长相吧 现在受害者的脸个名字都被公开了 为什么还要保护加害者呢 而且为什么还要担心 加害者快要退伍的事情呢 这个难得退伍的话 就会变成偷拍的人 要斩走除根 2021年在别的国家的军队 也发生了很多暴力事件 很可能是没有被曝光的时间会更多 军队制度真的是需要改善一下了 一个人在那里是有多痛苦的话 会在登基婚姻的那一天想不开呢 未婚妇的性情又是怎样呢 真的是好愤怒 对于航空军女中士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